你看着本宫做什么 没想到你心心如此歹毒 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真是该死 奴婢按皇上吩咐 追查当年怡婢 与梅婢两位娘娘 皇嗣被害之时 当日指证贤妃娘娘的 小鹿子已死 小鹿子的兄弟 从前伺候贤妃娘娘的 小福子在瓮山炸草 小安子发落皇陵 做苦役 奴婢派人去他们家乡查问 看到小福子 与小安子家中很是富裕 盘问真下才知 那些银子都是盛贫薄的 皇上 臣妾实在是冤枉 臣妾早就听说 小安子在盛行司服役时 哑了喉咙 再也不能说话了 如何能说他是臣妾指使的呢 阿若 皇上 本宫派人去看过 盛行司的祭党 你和你宫里的人 都无出入盛行司的记录 你方才说 跟小安子并无来往 那你如何得知 他不能说话了 皇上 臣妾 臣妾只是听说 听谁说啊 说来听听 臣妾只是听说 至于是谁说的 臣妾早就忘了 笔不得贤妃心思细腻 连盛行司的祭党 都会拿出来查看 本宫当然要查 一个受冤之人 自然要为自己喜冤 求一个清白 身体 神凡 你既然说 你之前亲眼看到 贤妃如何谋害 梅嫔和怡嫔 那你自然记得清楚 不会忘记 今天 朕要你再与朕说一遍 当年的事 到底如何 不许错一个字 当年 当年 皇上 当年的事情太过恐怖 臣妾不敢去想 也不敢记得 臣妾只记得 贤妃在探盆 和鱼石里添了朱砂 至于细枝末节 臣妾早已经忘了 荒唐 当年你口口声声 描述贤妃是如何 害了我跟一品的孩子 细枝末节 无意不明 为何今日 却不能一一到来 皇上 此剑笔满口谎言 他一定有问题 当年言之凿凿 今日荒不择隐 皇上 这盛妃很是可疑呢 莫不是这些年 贤妃在朗宫屡屡被害 也是盛妃想要灭口 家嫔 你 皇上 那不是臣妾 不是臣妾 臣妾是冤枉的皇上 盛妃 你当年的稿发 事关两位皇嗣的性命 如今有涉嫌 在冷宫加害贤妃 今日 你要是不说清楚 朕便让你尝尝 方才赏你那些 朱砂的滋味 你仔细掂量着 皇上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饶命 容臣妾再想想 皇上 臣妾是冤枉的 臣妾是冤枉的 皇上 阿若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弄来这么多的朱砂 买通那么多人 设下陷阱 冤害臣妾 臣妾想要知道的是 是谁在背后指示他 你看着本宫做什么 没想到你心心如此歹毒 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真是该死 我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原来 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 真是 贾病 死了 将盛品 夺去养心殿偏殿 拙人看着他 不许他死了 喳 放开我 皇上 皇上臣妾是冤枉的皇上 皇上 放开我 放开我 臣妾是冤枉的